接眼的第七天早晨开始了 哎呀感觉事件过得正快呀 从开始接眼那天啊 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天了 这七天呢过得也是相当煎熬了 我无法正常的工作 情绪特别有时候沮丧 有时候生气容易发怒 最要命的是体重蹭蹭蹭往上穿 这几天我胖了将近得有十斤呢 看着这下颗都出来了 以前我都没有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 还是减持下来了 已经减持到第七天了 我感觉还行啊 还行 本来吧几次都想放弃 但是我又想想 哎呦我接眼这么难 这么难 就越难我感觉越应该坚持下来 出门吃早饭去啊 其实平时找饭呢 我都是自己在家住 就是最近接眼的话 就感觉心情特别烦闷 闹闭啥呢 所以说你就应该出来多找一找吧 哎呀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 而且太阳刚刚出来啊 这种感觉太好了 而且现在我每天起得很早啊 现在每天八点多钟就起床了啊 以前有的时候睡到十点 有的时候睡到中午三十点 把这起来 感觉 咋说呢 虽然很痛苦 但是我觉得 这个生活越来越有规律了 好了 咱出发 这东北的天有点动手啊 不露了 昨晚间到中午了 现在我已经吃完午饭了 哎呀 还是多多少少 有点想操演 然后口水呢 还是在流 咋办呢 那就赶紧睡一觉吧 嗯 订好闹钟 然后睡一觉 然后定到三点起来 运动 哎呀 最近体重长太多了 必须得运动了 必须得认真地运动了 嗯 今天呢 虽然是戒眼的这七天了 但是说实话 我还是挺想抽眼的 现在外头都已经黑天了 一会儿就要开始播了 然后下播 今天就过去了 成功地熬过七天 说实话 戒眼真难受 现在已经是十点半了 我已经下播了 今天 今天提前下播了 太累了 今天开播得早 嗯 哎呀 戒眼第七天啊 结束 成功戒眼了七天了 哦呀 没关系 没关系 到 就